第一个就是把那个会员资料避开 所以特别重要 第一个避开第一笔 第一笔不能放 因为这个栏文名称不要 后面的资料 一个萝卜一个坑 放到资料武库里面 所以第一件事情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那个刚刚的这个 Cursor02这个吧 也许有把它复制再贴过来 贴一个什么Cursor4好了 反正就是拿这个来改 那改哪些呢 特别注意 第一个我就是create一个什么 create一个table 然后名称叫什么 叫member01好了 OK那主要这个栏 这个里面就要放什么 放那个我们的会员资料 那栏位名称要叫什么 其实有的时候 你也可以直接拿这个来当名称 不过我有时候练习的时候 我比较偷懒 因为我还是觉得Excel真的不错 因为Excel里面 不过就ABCDE 如果蓝位的话 有时候偷懒 不想想名称 我就叫A蓝 A蓝的话呢 就是放什么 编号 编号里面是一个数字 所以用Integer 而且是Primary Key 不过这个Primary Key不加也没关系 第二个的话呢 那就是B蓝 那就姓名 C蓝呢 就是生日 D蓝呢 雪形 E蓝的话就手机 OK 顶多是说你全部用Test没关系 或者是C蓝 生日 你想要用日期时间的话 你可以这边改成叫Daytime D-A-T-E 这个应该不会 Daytime 日期时间 OK Daytime 这样也可以啦 所以以后的话呢 如果你资料库形态 反正你就记这几种 文字 通用 顶多是有数字 那如果数字有辅典的话 你叫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也可以 OK 如果日期时间的话 就Daytime 其实大概这四种就够了啦 其他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 请各位自己在网路上找找 或书里面也都有 好 那这样的话 Excue 我们就建一个空的资料表出来了 再来的话 我要怎么样 Insert into 到那个Member01 放什么东西呢 放我这个档案里面的东西 那可是问题来了 我这个档案怎么 怎么 第一个我要把它打开嘛 打开之后呢 必须要组笔组笔的 把资料 怎么样 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放到哪里呢 放到这个Values里面 有没有 中间如果说有几个 就放几个嘛 所以我们必须 再把那个 哇 这边可能就更复杂 把刚刚的那个读档 有没有这个 F等于Open 这个Member01 Member.tst 把它开起来 其实就是这一串 你把它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 放到哪里呢 放到刚刚这边 有没有 这一串中间 贴上 接下来的话呢 这一串 那就把它开起来 然后Relize 有没有 然后Relize 就是把里面的资料 全部读进来 放到这一里面 并且 把里面所有资料读 并且做切割 这个应该刚刚有印象 就是把它切 切的话就是 分别按照这个编号 这个姓名等等的 切到List2里面 如果要取得什么 取得Print这个 先Print拿掉 所以我已经拿到之后 记得 新增一笔的话 请你把这两行 按个Tab键 为什么按Tab键呢 因为它读一笔 就Insert into一笔 有没有 然后换下一笔 换下一笔 而且特别注意 这个Range不能从1开始 不能从0开 一定要从1开始 为什么 因为我要B开这个 有没有 因为蓝的名声 你不能放进去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可能贴之后 这个要改一下 OK 第一个 然后切割完之后 然后要把这个里面的 这个是第0个 第一个 一直到第4个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写法 有最难最难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 Values这边 那要怎么放 特别注意 我教各位 比较相对简单的 因为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不过这个方法 很多同学 非常容易做错 155 我建议你可以看156 就是里面呢 都加上什么 大瓜糊就好 然后format它 把资料带过去就OK 怎么做 我做一次也会看 基本上就在156页 这个非常容易做错 大瓜糊 逗点 大瓜糊 而且呢 这个大瓜糊 如果它的形态 假如是integer 不用加前后单以后 但是如果是text跟date都要前后加单以后 这个是规则 OK 可能要记一下 再把它 如果是数字不用加前后单以后 但是文字跟日期要 总共有五个栏位 所以我就想把那个结构把它做出来 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 第四 第五 OK 好 这样的话呢 就是在分别把大瓜糊里面填上资料 填什么 点 format OK 这边的话 format OK 那format的话呢 就一个罗布一个坑 后面的话你就放什么 第一个 放第一个栏位 就是list2里面的第一个 就零 中瓜无零 表示是抓什么 抓那个编号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就抓第二个 逗点 然后我们就把第二个放过来 OK 然后这边的话把它改成一嘛 然后一之类推 所以后面的话我用副字贴 因为这个可能比较长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再把他这个 什么生日嘛 OK 然后生日之后就写行 电话 一个萝卜一个坑怎么样 放到前面去就好了 第三 然后这边的话 第四 不过这个非常容易做错 OK 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 format它 然后把资料丢进来 再execute 一笔 两笔 三笔 直到五十笔 这样的话就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但是我是建议 在你execute之前 如果没有把握 这一行可以先注解掉 先怎么样 先把它print一下 print的意思是说先看一下 里面的那个sql语法有没有正确 不然它很容易出现错误讯息 所以执行看一下 看有没有读进来 并且帮我把那个 insert in two 看一下 insert in two 其实看其中一笔就知道了 member values 然后这个 前后有没有带你号 有 有没有 有 那表示应该没错 没错之后的话呢 最关键时刻来的就是把这个解掉 然后这个就是真的叫他帮我写到资料库 OK 在最后确定一下 执行 OK一下 它出现什么 新增成功 而且根本太快了 完全没感觉 不过呢 有没有成功 可能就要切过来 然后看一下 这个什么 这个没有 切回来 再切一下 有没有member01呢 有 有没有成功呢 看一下 有没有50笔 有 哇 我们资料 全部倒到资料库了 成功了 OK 所以 至少了 今天 这个 最后那个ending 也就是你一定要看到这个 才能下课 没有 开玩笑了 我只是意思说 才就是有到那个我们要的那个 这个这个进度 所以我再把重点跟各位讲一下 应该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吧 其实我只是把它全部倒到一起 就是因生因兔之前 你必须一个萝卜的坑 所以你必须要有五个栏位给它 而且它非常小心 打错一个字都不行 OK 第二个的话呢 再把刚刚开档的这一段 把它抠过来 但是注意这个地方一定要避开你的栏位名称 原来就零 对不对 要把它改一 那这个地方 这两行本来它的说牌在前面 因为我是 一个就新增一个嘛 那这个时候是我要再回圈 是它抓到一个 一列一笔资料 那我就把它里面资料切 放到资料库 所以一笔一笔一笔的 有没有 realize 一个一个的 记得最关键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五个大瓜壶 数字不用 其他都要单引号 然后把后面五个 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放到前面去 产生我要的那个语法 再执行 最后砍密的成功 就可以看到最后的结果了 OK 应该没有问题吧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最后这个范例 等于就是 我们这一期课程的极大层 当然看起来已经算复杂了 不过后面还有更复杂的 只是说如果各位 假如后面要想要再学的话 其实就是要把前面先基础打好 你后面就会觉得很轻松 OK 所以做来做去 我发现真的回圈跟串列 还有开档 这些都非常重要 也是我们这一期课程的主軸 那因为这个时间有一个限制 所以我大概就是把那个 我们最重要的部分 还是有带到 那只是说 还是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办法讲到 不过没办法讲到 讲义里面都还有 云端上也有 OK 那也许各位再花一点时间 再把这部分再run一下 那这一期时间刚刚好 所以要不我们今天的话 就在这边先做个ending 那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 当然欢迎各位可以再提出来 也许你可以用mail 或者是说你有在YouTube上看到 你也可以在YouTube上留言吧 如果我看到的话 我也可以给各位回复 OK 那不然我们这一期课就先到这里 OK